但这个电炮 并没打着最小 为啥 因为刘兵特位 他还是个头 啪他往旁边这么一闪 回手一看肚子上打塌了 一个电炮就揍回去了 但这时候刘兵只是自己在前腾 他后面有安保 离他能有个 七百米的距离 赶那个吧台那个站一台 等着研究集合就要撤了 他啪的一个电炮 打过去 正常打在渡城的鼻子上来 这小胆子挺大 找死的节奏 有人说回家又被住去 渡城就感觉鼻子一热 咋的呢 血就下来了 渡城一捂鼻子 这时候 该说不说 别人还没反应过来 渡城身边的御用保镖 那陶墙那是兵王 大内高手中的高手 那属于啊海南那个军军的鼻舞 那都是啊 那是壮严级 陶墙一吵 他打我成哥 陶墙哗叉一个正登 正好就登到哪 就登到这个小子这个胸前来 如果要是别人 陶墙的一脚 卧心脚能给你踢出 一些三五米远的正常 咱普通人 但这小子也是练过 确实一脚踢上去了 啪往后这么一撤 一五肚子 这时候啊 那宝哥啥还能看着渡城挨揍吗 是擦你们打渡城 那登城 云山大哥也上去了 三哥好战的啊 三哥有知道三哥啥 三哥大小碗 贼直啊 个儿还挺高 三哥两个 动手 那揍他们 这三哥一说动手 呼啦一下子 尾涛大致都动手了 是哥 那这全上去了 但老铁 陶墙这一动手 把这小一踹 人家后面人也看着 哎打单头 啊 没告诉你们 他这个级别吧 有可能是小连连的级别 啊 有可能都不是有可能都是小排排或者小复连 这都背不住 啊 其中后面有几个小就喊 哎 打打领导 这多少 他也一回手说哥 走他妈 这一支声 挖压一下 后面三十多人就上来了 多长他们这些人啊 也就逃强吧 跟金利打仗能行 你说智哥 啊 那都四十多岁了 那包括三个啊 那 啊 那是宝哥 那能打上能行吗 那那那 哎 白豪还能对付两下呢 那汪海都白急不扯 那甲勇更白扯 说实话 你看他们打普通人呢 都费点心 你何况那些训练有素质 三多高手 该说不说 就看那个陶墙上去 去你吧 这一脚 那一脚 啪啪啪啪的 陶墙该说不说 打普通人一提石都行 但打这帮小子啊 陶墙当天晚上也是确实是 卖力气的 干倒六七个一口气 啊 全哥打倒六七个 这维涛也行 维涛碎手大 他不断练身体了 哥们 他也就是出个操 跟着背背手来活来 你是没敢 队伍上呆过 你不知道 没告诉你吗 他打普通的 比如说维涛 比如说三十八 或者四十五 举个例子 他打普通人行 眼睛是训练有素的高手 那他能比了吗 啊 那讲话养精处优的 肚小肚子都起来了 这家啪啪的就看 陶全盖守部说 上去撂倒六七个 也你一口 哎 他妈的练过 也就在这时候 双方面 郑哥跟南姐 他们在楼上 干嘛都不知道 就在那个西院大饭店 那个大厅里边 就磕下一楼 那双方打的不可开交 刚开始杜生 他们还占点便宜 但是后来 这些小五哥 都是小五哥 也你一瞅 我操练过 有几个小子 从腰间 叉叉 就把扇子这么长的 一个小黑棍拿出来 这小黑棍是啥呀 这小黑棍就是俗称的甩棍 平常这么长 有能见过的吗 一甩 能甩出四五姐的 这都铁的 头不大 像天线 那么基本玩意 但是那玩意 揉人性很强 一抽身 一个领子 一个大口 那种都 啪啪 瞬间 眼睛都人手配的 那玩意 他们唰唰 小甩棍就甩出来了 去你吧 啪啪 掏墙 哎呀 哎呀 我操 去你吧 啪啪啪啪 就给掏墙 就给干倒了 这玩意 你一寸长一寸强 你没加好事 你尽力也没带枪 大伙上去去你 这志哥 别打了 别打了 去 哎呀 我操 三哥还挺猛的 刚开始 三哥 讲话 那猛人 毕竟那个 好战 三哥还得把撂倒一个 气贱 但是 什么 三不三哥 也不认识 啪啪啪啪啪 哎呀 一顿小飞咬 小小小甩棍 那咱就不废话了 把杜长 啊 大志 三哥 包括 甲勇 啊 什么王海 全都干爬下来 啊 有人说 他妈打 这这这这挺狠的 一点没关着他们 啊 人家执行特殊公务 要是普通人 不敢干啊 就是他们 虽然说不到这边 是啥身份 也知道他们有点身份 但是人家是执行公务 安保 收到上方的命令啊 必须保证这个当场 当天的这个 哎 会议的顺利进行 这么踢了 怕他打到大厅那了吗 八台一筹蒙了 这打起来了 这来的个人都是 非拳击贵啊 这些 那个保安部 保安部 不大一会儿 楼上又冲进了不少 西华院 那个西西 西华 西华饭店的保安 啊 西院饭店的保安 保安来了 三四十 到大厅来 怎么回事 哎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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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等保安也加入 这个人群之中 说给拉开的时候 再看 智哥 成哥 保哥 啊 北套 各种各都打 都打逼合的 那脸都打坏了 那有的那个 棒子一抽 那脸咔嚓就都打脸子 啊 杜成鼻子 胸前全是血 保安一拉 也你 这边啊 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打仗的 你们怎么安保 人家特位的 该说部署啊 人家特位的谁啊 特位的 人家这时候这个 啊 刘兵 人家小队长 扒一辆证啊 我们是这个安保的啥 我是这个队长 哎呀 啊 他们闹事 这么的 你们有没有这个安保室啥的 啊 把这边人全带安保室去 啊 不爱 不知道咋回事一瞅啊 人家带证的 人家是正规军的啊 说把他们都带 那个安保室去 呼呼啦啦的 紧接着人家特位 手里面 他们人手一个小扣扣还 扣子的啊 他那个扣跟那个 没告诉你们 特殊的制定的东西 跟他一般人还不一样 哎 他们这回带的是啥呢 是那种小小拇指的 是这 哎 就把俩大小指都给你扣上 都都都给扣上 哎 急巴巴一按 大致啊 小陈他们憋了巴了 哎呦 哎呀 哎我哥吧 我擦 哎呀 你那妈贪事了 哎呀 你找死的节奏啊 保证点话 你们敢打我啊 你们废了 哎呀 我擦 给我打的 手扣子全给戴上 啊 小拇指扣 直接耗到二楼的保安部 往那屋地里面一蹦 一个一个的啊 都蹦在屋了 啊 这山哥气的 云山呢 啊 云山就这时候咱该说不说 就他那妹妹啊 就云山老云的 那蒙老云的啊 就包括什么这个 云山是跟谁 那是跟叶老三 是平起平坐的人 在某种情况下 比叶老三都牛逼一点 这是实话 这云山一后来 你妹妹啥的 你 你得那蒙 你 你都是 你都是 你都是父盟 父盟主的级别 对不对 哎 那蒙 而且 逢天过节的 啊 人家 人家 人家这个北京那边 人家这个 啊 最高的领导都给 亲自都给这个云山 大家打电话 都得知 都得是慰问的那种的 哎 知道不 事大了 哎 主要这个里面大人物是云山最大 一定要听懂啊 汪海也惹不了啊 汪海他熟呢 那过去讲话 他是皇上的老师啊 这都是大手 杜城盖里面并不是最厉害的 一定要听懂 云山被打了 这他妈当时给扔在屋里去之后 啊 小子讲话了 云山敢自己也坐着 哎呦 你们敢打我 你们不要命了 喂 杜城盖 哎呦 这回你废了兄弟 啊 你等着 这边刘兵一瞅 我这趟去 其实跟我 啊 我怕你们呢 那都都看着点 没让他们废话 人家这刘兵人就出来了 刘兵人一出来 拿电话 啊 就把他电话拨出去 因为他也知道事不小 电话打给谁了 老铁啊 电话打给的不是别人 打给的是当时啊 哎 咱说这个楼上的熊哥了 啊 也就这个李英雄 西英雄大哥 幕后的操作者 哎 打给他了 熊哥给他挣打牌的嘛 不到楼下打仗了 哎 高层坐电梯上去的 喂 啊 谁啊 熊哥 我 刘兵 啊 弟弟啊 怎么的呢 哥 楼下出点事啊 刚才我不说 那个叫杜城 那下楼要找我吗 啊 找你咋的 不用惯着他 哥 我真没惯着他 他来一帮人 一大帮十来个啊 这个这个 啊 跟我俩动手了 问我谁支持 我说我正常执行公务 我有啥支持 没人支持 然后他动手先打我了 我就还手了 你给他们打了 打了 刚才你不说哥 那个没啥事吗 然后那个他打我 我就我我正常执行公务啊 我我给他们打了 反正现在给给二楼 这个啊 那个保安那个屋呢 我都给他们上上上 上小扣子了啊 我打我心打整啊 哥 啊 打就即不打了呗 不太眼动吧 没打的 胳膊腿是没有舌的 反正我那个一些 小老弟下手狠点 都拿着小水棍的甩的 因为这帮鼻有两个会功夫好像 啊 没事 啊 给楼下去 行 等会不行 我下去一趟啊 哎 哥 那那那我等你啊 因为他也不知道 下一步咋处理 这熊哥一天说 行 我知道了 好了啊 嗯 在二楼呢 是吗 哎 熊哥电话一溜 旁边有一帮 这个 呼喷狗友 咋的了 熊哥 咋 刘病 妈的 给那叫杜成的给揍了 把头像 可能那五双宝啊 都在一起呢 都在挨揍 他还不知道有云 有什么云山啥的挨揍 他不知道 说估计他无双宝也挨揍了 是吗 卧槽 哎 哥 你这个就是你给李小勇 小勇哥打个电话 让小勇哥下去 哼 这他妈小勇哥得多解气呀 啊 一下不就把小勇哥给交进来吗 是啊 也对啊 啊 讲话呢 我这办这事 不能让小勇哥直斗啊 小勇哥的直斗啊 对不对 我打电话 这不 他拿电话 就不给谁了 不给 李小勇也没走啊 小勇哥当时也有一个圈子啊 当时可能跟那个什么 像我说的是秦小兵啊 啊 还有这个有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 也是 小兵跟李小勇好 电话就收着了 喂 啊 谁啊 小勇啊 你看他怪小勇 叫小勇啊 因为他比小勇数大 小勇啊 我 你熊哥 哎呀 熊哥啊 咋的 有事啊 你没走吧 是不是还在这个 这个 西院酒店呢 啊 我在西院酒店呢 我在1808呢 我操 我在19楼呢 你这么呢 啊 那个 你不忙啊 你下来 上二楼 我领你去看个节目 领我看个节目 有啥节目 没听说 这个男姐说有什么慧眼啥的 哎呀 那基本慧眼啥意思啊 我跟你说 我领你看一个精彩节目 啥精彩节目啊 你就说就完了 哎 你不最烦那个叫什么杜城的 还有大志的吗 啊 怎么的 啥意思 我跟你说啊 咋回事呢 老他没有意思的 啊 昨天我听那个 啊 二发说 说说那个 啊 李小 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小城 跟那个大志 王学志 总结果跟你单喝 我今天 我正好赶上那个安保 那个 今天管那个特位的那个队长 啊 那是我一个兄弟 哎 对叫小兵 刘兵 我让他难为杜城 哎呀 下午他就没进去 嘿 刚才啊 这个杜城去了 啊 找这个我兄弟去了 啊 结果我兄弟啊 他妈的 没惯着他 他先动的手 让我兄弟给一顿揍 啊 那个叫什么大志的 光是包括那个什么 叫吴双宝的 还有杜城的 全去摆揍了 该楼下的 啊 打那个B样 走啊 下去看看去 啊 你把他们给打了 对啊 啊 你不最恨他们吗 我跟你出这口气了 啊 然后我跟你说啊 没这件事 回头吧 回头我 我这么得打了 做个举 哎 我下去呢 啊 我也装不了 咋个事 因为我弟弟安保吗 然后你过去求个强 是不是 给他们 你还交个人表面啊 挺仁义 不挺好吗 咱看看他那个死出啊 啊 熊哥 你谈事的 你知道不 我 我谈事了 我 我谈啥事了 熊哥 你这事 你这节目第一 我不敢看 啊 这么说吧 李小勇当时都不敢干这事啊 李小勇也不敢干这事 后果太严重 那谁 你讲话了 啊 这个李英雄就跟那个咱们之前讲过广州有一集挺相似的 广州那逼就是那个叶三哥的这个他父亲的这个曾经的小婧婧小微微的这个儿子 他不也干过这次的事吗 啊 说 熊哥 你谈事了 你不知道啊 这个杜城 这个杜城 吴爽宝 还有这个大志 这几个人可不好惹 你这把他们打了这后果很严重啊 不是 我这不为你出气吗 哎 别的 熊哥啊 第一 这节目我不能去看 第二啊 熊哥 你但凡你要是拿我当朋友 啊 听明白 你拿我当朋友的话 这事啊 熊哥 你就别说跟我有关系 连我李小勇的半个字都别提 你这事跟我有啥关系啊 是我让你去的吗 是我派你去的吗 是是你 是你自己自己所为吧 啊 熊哥 我跟你说 这个事啊 挺大 而且你不知道这几个人啊 我跟你说 延展出去很多关系啊 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劝你好话 你呀 这个事也干了 毕竟啊 你是为我出去 但是不是我让你干的啊 我先跟你说 跟我没关系吧 李英雄也有点懵逼 不是 小勇怎么说这态度 不是 那我不 你别落别的 啊 我现在劝你 还有那个挽救的余地 那个 你那个弟叫什么 叫叫叫叫叫啥 啊叫刘兵啊 你这事啊 你不行 你也别承认 你往这刘兵身上腿 啊 你千万别承认 你承认这个事 你我跟你说 你事就大了 啊 你就要让刘兵 背这个郭德了 啊 跟我们关系没有啊 我再说最后一遍 节目我不看 然后这个事 从头到尾 我没参与 我也不知道 你半个字都别提 我李小勇 咱们还是哥哥们 听懂没 熊哥 行 我知道 那跟你没关系 我自己干的事还不行吗 对 你记住你说的话啊 这么的啊 不唠了啊 不是 哎 李小勇把电话一撂 李英雄当时心有点合计了 这工件 有点蒙蔽了 说没想到啊 擦你妈 李小勇 这这 有人说小勇哥不 狐狸 李小勇没让他干 你没听明白吧 你没从头听吧 这是他自己行为 小勇哥不知道 从头到尾 你这有点两千年 李小勇又不敢干这事了 李英雄一撂电话就合去了 他了吗 这龙子头大了 这帮毕业师打的事不挺狠的 嗯 我先下去看打他样了 哎 这不嘛 李英雄 先下楼了啊 李英雄下楼了 对拍马屁拍马腿上去了 李小勇都吓不吓 擦你们这虎逼 他下楼呢 也很顺利的见到当时这个谁了 见到当时咱说这个刘兵啊 在楼梯口楼梯口啊 刘兵一瞅 哎呀 兄哥啊 人呢 人在那边那个保安部啊 这个都打了 打得严重不 反正没有胳膊腿舌的 那窗子还能看着 李英雄特意来到窗窗 往里面看一眼 哎呦 我操你妈 打得不轻啊 那戈顶这皮开肉炸了 有的都出血了 没告诉你们都成那种惨的 老弟啊 一会我打电话 我给南姐找下来 啊 因为他也不能说的直接放了 也不能走 这帮大爷 对不对 啊 也不能带走的 说你那么点 一会儿我给南姐找下来 啊 你必须要说话 啊 正常你正常执行公务 他们来大厅闹事来 他们先动那手打的你 你是安保跟你没关系 你也不知道他杀身份 千万千万别承认 你认认他们 或者知道他们杀身份 你放心吧 啊 兄哥 没问题 这不怕 这批拿电话 就给谁呀 给这个南姐啊 也就是郑哥的妹妹 南姐过程 这个南姐打过去了 因为他跟南姐好 啊 记住了啊 这个李英雄也是教了一些人的 南姐跟他关系特别特别好 但不是男女关系啊 一定要听明白 李英雄把电话就打给南姐了 南姐给楼上啊 正跟着一帮那个练书法练画的人 跟他家交流呢 下完饭了嘛啊 南姐长得胖乎的小短头挺干练的啊 正跟他啊 说今天我也写一个啊 正写字呢 电话响了 熊子 喂 啊 熊哥 你好 那个小楠娜 啊 你是不是在酒店没走啊 啊 我在酒店 我在20楼呢 我跟那个朋友 他们书法家协会的 我们交流一些那个作品 那个小楠娜 出点事 你下了一趟 出什么事了 是这样 那个 我有一个弟弟 这个改得嘎做安保的 今天是负责这个事的 啊 这个咱们这个特位 啊 怎么的呢 说那个有个叫都城 你知道不 都城 我知道啊 小城吗 咋的了 说都城吧 他们那个 咋个事呢 他们这个 呃 这个下午就领了一帮外来的人啊 就是不是咱们受请帖之内的 要往里进 我刚才我弟弟跟我说了咋过事 然后我弟弟就给拦下来 拦下来 这不就是后来你哥哥这个正哥进来 给他们领进去了吗 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但都城不打福气啊 下楼了 领着一帮客人来找他来了 起手就动手就要打我这个 小老弟 那也能拐安保的 一能不动手啊 给他们就可以打了 哎 啊 给都城打了 对 好像还有个叫什么 那吴松堡是不是也在一起 对 还有个叫吴松堡的应该啊 好像还有个叫什么大志 哎呀嘛 把他们打了 严重不 那个 也被没咋地 男姐 在这个二楼安保这呢 啊 这这这你过来啊 啊 你看看那个啥呀 啊 这咋整个是 啊 不让他们上医院吗 这是我弟弟也不知道 再说他们 他们牵动的手 那也不能打仗 打人呢 那我客人 哎呀 我下去 我下去 男姐当时就急了 没啥小诚 大伙知道男姐跟小诚也关系非常好 因为男姐特别喜欢小诚 啊 稀罕他当男孩似的啊 还记得小诚最早 在这个普正家跟那个梁静干仗谈判的时候 记得不 梁静干仗耍破 男姐给他一顿绝 给梁静一顿绝 跟谁俩呢 啊 跟我们家喊呢 这那的 给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灯 给他们梁静都怼哭了 差点记得不 所以男姐眼睛鸡眼的时候也挺练 哎 男姐跟渡城也好 这怎么回事 给渡城大了 下楼了 坐电梯 跟他这个一起来的 还有这个小容啊 他的闺蜜 很快来到二楼 也看到当时李英雄 熊哥呢 啊 包括当时这个刘斌 啊 说人呢 啊 熊啊 熊哥 这咋的打啥样啊 说都在那屋里啊 你过去看看去吧 啊 熊哥又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消一遍 你这么一瞧吧 说实话 男姐一听 也不愿意 人家说实话 这个安保这个刘斌啊 他肯定讲自己的道理嘛 说你看人正常执行公务 不让他进 啊 他们还给大家找护杖 哎 又来打人来 最初也正常 男姐妹到 都没深说这个刘斌 说你看你不能打人呢 我进去看看去吧 诺人改地下 那屋里面的云山 那志哥 都你不打那个不一样呢 这时候啊 哎 男姐一推门 跟着李英雄 还有当时刘斌就进来 啊 刘斌一吵 说你看 就这些人啊 给大清闹事要打我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三哥呀 是是你吗 男姐都得叫上三哥呀 三哥呀 是是你吗 三哥被打那个比较 哎呀 是我呀 哎呀妈 这家给我揍的 哎呀我揍的 把大闷了给我呀 哎呀妈呀 哎呀妈 那那那那去大智吧 大智呢 养得都疯猴了 啊 男姐 是我 你把小陈 小陈最惨 鼻子俩 鼻子泡都出来了 那血嘎巴 男姐啊 哎呀我操给我打懵了 真凶啊 那大甩棍子往脸上打呀 啊 男姐啊 你得给我做手 宝哥哭了都 宝哥眼花了 男姐啊 你偷偷给我打的 啊 啊 男姐 男姐一瞅这屋里面 哎呀妈呀 打的都不轻啊 我跟你说 那脸都坏了 那那 哎呀妈 那那是张激东吧 哎呀妈 家勇也在这呢 家勇一瞅 哎呀我操 给我鸡毛关系 给我打这笔样 啊 啊 陶墙那最严重的 七八个人干他一个 啊 陶墙那工具都有点迷迷糊糊的呢 靠着墙那个阿子 倒性呢 啊 男姐一瞅 干啥呀 不是 你就他们 就他们有错 他们下楼就是闹事 也不能给打这样啊 啊 熊哥你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管保这个地 太过分了 熊哥一瞅 是你看那 那男姐呢 你看那 那那演技正常执行公务 啊 演技要清帖 没毛病 他们找事 你这这他先打 演技特畏的 刘兵一瞅 我在执行公务 姐啊 啊 他们先动手 先动手 你不能把人打这样啊 你这他们都是干啥的 赶紧把手打开 哎 男姐就急了吗 这不 刘兵一摆手 啊 手上 手手下人上去 嘎嘎 就给这些人的小扣扣的给紧 啊 解开之后 啊 杜城等人往这一坐啊 云山抬头瞅着这刘兵 你他妈死定了啊 你死定了你啊 我不知道你归哪管啊 但我告诉你死定了 你敢打我啊 宝哥讲话上来 操你不整死你啊 哎 杜城也起 在这时候男姐一看 这是咋解决呀 男姐解决不了了 因为男姐他并不不 他不是社会 他也不是什么官官的 啥 他咋摆这事 男姐都不知道咋整了 这时候男姐一看 这么对吧 啊 我也不知道咋解决了 我给我哥打电话吧 这不男姐就给谁啊 准备要给普正打电话 啊 因为普正啊 也没走 给楼上我说了 跟这个洪家的大少 还有当时这个池家的大少 啊 然后还有谁呢 还有叶老三 跟汪君 啊 这几个说实话 也都是八大家族里面的 这几个人 在这楼上啊 也谈一谈 这个国家大事吧 啊 正聊天呢 喝着茶 啊 这普正的电话就响 谁呀这是 啊 小男 喂 嗯 小男啊 哥 那个 你在楼上去吧 啊 我在21楼呢 咋的了 哥 那个 你下了一趟啊 还是咋整呢 出事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说 说那个杜成 杜成他们给人干仗了 啊 这这这跟那个楼下那个安保特位他们打起来了 杜成 杜成又咋的了 说 我听说那意思吧 说 说白天 说下午这个晚宴的时候说杜成领了一帮外来的没拿什么这个邀请函的啊 说这个安保啊 说说不让进 那我知道啊 那我领杜成他们都进去了 我给电梯间门口碰进来 那他们的这这事都过去了 那那那安保也没说啥呀 这不吗 然后杜成可能心里面不得劲了啊 就就就就回来了 吃完饭去找这个安保去了 啊 下楼领着这个一帮人啊 还有这个什么大志 富双宝他们一帮家勇他们啊 还有云山大哥呢 还有云山 对他们一起去了 找人去理论去了 结果打起来了啊 给他们打过枪 怎么的 打了给他们 对 你看他整个哥 我这也不会那处理了 这就是打过枪啊 谁他们打的人呢 就他们那个特位呗 你这么的 你要打人的 跟被打的 全上来 上我屋来我处理 我这腿脚不好 我不下楼了 啊 那行哥 那那那那 那我让他们上去啊 都上去 让他们上来吧 在21楼 对 08房间 好嘞 杜成 杜成 叶老三也瞅 咋的呢 啊 郑哥 杜成又惹事了吗 啊 你说这小鼻仔子 啊 咱刚说完的吧 这杜成现在 无法无天呢 改这个广州 你不知道杜成干那些事啊 我跟你说 你说你受的 你不受的 这刚几天 又惹事了吗 啊 也不分个场合 叶老三哪知道 我咋的 杜成是被打那房子 他以为杜成是打的 这不吗 楼下 这个男姐就说了 说啊 那啥 啊 你别在这儿了 啊 都能动他不 啊 能动他都都都起来吧 互相扶着 啊 那个我给我哥打电话了 上我哥那屋处理吧 我也处理不了你们这事了 你这你这你这 你这事多严重啊 啊 还有你 那个 安保的特位啊 叫什么玩意儿 叫刘兵呢 你们都跟着一起上去吧 啊 让我哥给你们解决 这个刘兵就有点懵了 因为要建普政 刘兵一瞅 这个熊哥那意思 熊哥 熊哥一瞅 那个 叫南娜 我也跟着上去吧 啊 那个 毕竟那个 我认识 啊 那你一起上去吧 废话不多说 他那个西华院饭店呢 就是这个西院饭店 有很多电梯 啊 一出门 熊哥特意拍了一下这个谁啊 拍了一下这刘兵啊 等会儿啊 咱俩后走 哎 杜成宝哥什么 智哥 云散 他们互相搀扶着啊 哎 坐电梯 这两笔后上去 给电梯里面啊 刘兵有点懵了就知道不啊 因为知道这边认识普政下午也都知道啥事 说哥 我我这 没事 你别怕 一会儿记住了啊 咬住 啊 谁没指使你 就你自己干的 啊 因为啥呢 因为你有这个职务在神 啊 负责安保 他们没有道理 你有理你怕啥的 普政他也得讲理呀 对不对 哎 那他们没有邀请函 你不让他们进去不很正常吗 然后这小子小肚鸡肠啊 然后宴会之后他在找你查 还要找你 还要揍你 那打你 那你肯定得还手了 啊 所以你这帮人才打的他们吗 怕啥的 啊 你放心 我跟那个南姐还有普政也得好 我肯定保你 啊 保你安全 啊 哥 你放心吧 啊 那我知道了 哎 这不还特意叮嘱一下子刘兵 废话不多说啊 很快 刘兵他们也坐上电梯了 但这时候 小陈跟宝哥云山他们是新来的 坐电梯第一部电梯上来了吗 到普政那屋 一南姐也进来来一推门 那郑哥你看看吧 这帮人哥 你看看啊 先进来的是云山 连弹都有点变形的总了 一挨一水棍 哦 这儿的 哎呀 哎呀 我擦 这家给我打的 哎呀 一老三一瞅 哎 这 这是谁呀 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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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云山的 什么叫好像的 三哥 就是我呀 哎呀 这家给我揍的 哎呀 我操 啊 直接人家云山 没惯着普政这帮人 人家在王源面前都有面子 云山啊 进这屋里边 直接扑出屋一下子 就坐普政旁边的 沙发是吗 哎呀 我擦 这家给我打的 你知道吗 啊 这家给我打的 啊 普政讲话在一瞅后面 杜成 大志 宝贝 一个一个的都是 扒了给我肯定的 满脸伤痕进屋了 一老三一瞅 哎呀 哎呀 那那那是大志不 大志俩眼都封喉了 三哥呀 是我 哎呀我操他妈 我都没还手了 给我打了 啊 我操 整了半天 一老三还和着什么 小诚惹事的 你 整了半天 小诚他妈被打了 这是啊 啊 一老三心里面啊 有一丝丝高兴 是你让你嘚瑟 该打了吧 得有一丝啊 啊 不得就是说 那么志哥他们关系都不错 哎 都要打空枪了 啊 你包括 哎呀 哎呀 那是张继东吗 那是啊 啊 加油 哎加油 加油挺严重 但是这帮人可没坐的 知道吗 在正哥面前你心 正哥不让你坐 你随便坐的呢 啊 那玩意都有规矩的 你看云三挺大屁 往那一坐坐下来 大志都没坐 成哥宝哥 这都不够坐着的位置 听明白了吧 大伙都站在嘎的 啊 正哥一瞅 谁打的人呢 啊 怎么给人打这样呢 谁打的 哎 往前再一步 我看看谁打的 正哥也急了 这来的都是客人 给小南诸售的 这怎么把人打这样呢 谁打的 哎 这时候李英雄 雄哥领着当时刘兵也进来了 哎 刘兵往前一站啊 南姐改前面一指数就他 刘兵往前一站 领导 因为正哥有职务了 啊 领导 我打的 你 你打的 哎 正哥气得抽小眼啊 啊 你打的 因为啥打人 啊 你说 刘兵一瞅 说那个领导 嗯 我接待上方的任务跟命令 就是负责今天南姐所有全城的这个 啊 安保 下午你也看见了 啊 我正常他们带了四五个人啊 那个大哥一指渡城 说他带着四五个人没有这个邀请函的要往里进 我拦下来没让进 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不正义听啊 然后呢 然后 你不过来他们就进去了吗 这事不就拉倒了吗 对呀 那不拉倒了 我都碰见了 然后一指就渡城 他又指渡城 说就那个小哥 啊 吃饭的过程中就不服气了 过来找我叫电话 说吃完饭要找我 啊 我还问他我说干啥呀 啊 他讲话呢 让我等着 吃完饭 他领着这帮人下楼到一楼大厅 我们都准备要走了 他过来啊 张口闭口的 动手就打我啊 然后那你说我作为安保 他先打的我 那我那我也不认认他们都是干啥的 我肯定得还手啊 就这么点 可能我练过几年啊 功夫我正常训练 我就给他们打坏了 反正就这样 郑哥一听 严谨一讲 郑哥就再大的领导 再大的大哥 他也得讲理啊 所以郑哥一听 严谨真没打毛病 啊 唯独就是打得狠点 说你 占领人家不能把人打这样啊 啊 那那小南国商人的来的都是他的朋友 他的客人 你作为一个安保 你保护全场人安全 那是对的 自得阻碍 你不能把人打这样啊 你打太狠了吧 啊 杜成讲话的 郑哥 不对啊 不对 郑哥讲话什么不对 郑哥 这小撒谎了啊 可不认回事 你听我说一遍 这个版本 郑哥讲话 你说我听听 说下午啊 吃饭的时候 人家家勇啊 他们这帮人带人全能进去 别人谁带随同没有邀请函都行 就我带人他不让进 他是特意难为我 我怀疑他们有人指使他啊 然后我才去找着他 我要的电话 我问他 我说谁指使你呢 我不难为你 他不给我 他跟我叫嚣 啊 你们三哥三哥知道 全城的三哥都知道 三哥那名古代表团 他也没邀邀请函呢 有的人 而且到楼下 刚才我找他 他还讲话呢 说打仗你也不是个 他勾引我 让我逗他 他勾我活呢 我怀疑他指定有人指使他 郑哥一听 这事 啊 瞧着刘兵 有人指使你啊 刘兵一瞅 领导 那酒店没有 啊 他 云山讲话呢 没有个屁 没有个懒子 全城我都跟踪了 我不知道咋个事吗 啊 你指定是别人拿你当枪 还敢打我 知道我是贼吗 啊 你这找死 啊 那个 郑哥 下午因为这个事 那叶三哥都知道 我找叶三哥 我问 我说那是不是你坏小诚啊 啊 不让人家这些人进 所有人进都行 就小诚 带人不让进 你问叶三哥 叶三哥都知道这事 叶三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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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成 说是 下午云山呢 找我来的 问我 说是我男人小诚 我说我跟小诚 是有点误会 我他妈是挺烦的 但是毕竟啊 那是你普正的弟弟 那也是我的弟弟 我格局能那么小吗 在这个问题上啊 我相信 你普正的弟弟小诚 我更相信 在云山跟小诚 他俩没撒谎 我估计啊 是有人指使他 哎 我就说一遍啊 你知道我是谁 这屋里面我最大 谁都得给我面子 啊 我就说一句 也说一遍 机会就给你一次 你可能不知道 你打的都是谁 啊 小伙子 这边这个 是杜成 杜成他父亲是谁呢 是海南一把啊 扛霸子 海南王的儿子 在他旁边的那位叫吴双坝 哎 他哥是双战 那是全国小五个的扛霸子 哎 对了 也是你的主管领导 听明白了吧 最小的刘兵是小五哥存存的 龟崇战大哥那个系统管 说他哥 那是你们那个系统里面的扛霸子 啊 那是你们的主管领导吧 还有 旁边那个叫张继东的啊 他他他叔叔是这个天津的一把 这边这个啊 甲勇 甲勇他叔啊 那是全国六山门的一把 这边这个云山 那就更不用说了 内蒙古老云见 如果你要不用知道 你可以去问一问 百度一下子 小伙子 我就说这么多 其他的事我不说 你想想 这些人被你打这样 你要是自己把这个事扛下来 你想想这帮人能不能饶了你 你想想后果 当然了 你觉得你嘴硬 你能扛得住 你也能扛得住这个后期的这些事 那你就扛 我不难为你 啊 也可以让你走 但如果说 谁指使你了 你在我面前把这个人说出来 我普正呢 在这家说句话 我保证所有人不敢难为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普正把这话唠的挺明白的 大伙也听明白了 这刘兵当时的压力一听 这么多人的身份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帮人都是圈那人有点能的啥 没想到这些人的个顶个人 那么一个是无双宝 他哥就能让他回家喂猪去 你何况渡城 还有云山大哥等等 压力当时就上来 那个 这个 肚生想说吧 不说 你不说 我跟你说 这事没完 而且你自己不敢 你肯定有人指使你 我都不难为你 别敢给我打这样 那个 他回头他瞅谁了 瞅李英雄 李英雄改后面呢 跟男姐站着 李英雄一瞅 你你你瞅 瞅 瞅我干啥 伟涛就能办的 那双宝大哥 他他哥呢 不更更直管 他这个级别小 还不涉及贪污腐败呢 你伟涛大哥大哥 他爸这不一定能办了的 但是乌双宝 他哥可能办的 这笔回头瞅瞅瞅 这个李英雄 李英雄一瞅不着 瞅我干啥呀 李英雄讲话 跟外面交代好好 你扛住没基本事 熊哥 我对不起 对不起你了 这事吧 这事 你看 我真扛不住 我这这这 领导 我说 我那个是熊哥 李英雄 让我这么干的 他之前让我查 那个杜成上 让我难为 这个这个大哥 叫成哥的 大哥跟我没关系 大哥 我就是一个小兵 熊哥让我说 说跟正哥他妈都好 不能难为我 你这整个 现在这熊哥 我扛不住 我熊哥 熊哥 你看这个事 我不说 不行了 熊哥 你咋整个熊哥 李英雄一瞅 哎呦 我操 这逼他妈 敢楼下 我还说的好好的 这这 熊哥 我这一个农村孩子 我出了不容易 熊哥 我这熬到今天 我这刚搬个小恋恋 熊哥 你你解决不 熊哥 领导跟我没关系 真是熊哥让我干的 李英雄 正哥抬头 瞅瞅李英雄 众人也都瞅瞅李英雄 熊哥 此时男姐都纳闷的 熊哥 你看那点事啊 李英雄蒙了 不是 这些人一个人 可能他并不一定太胖 但这些人加在一起 李英雄一走 不是 正哥 正哥 你听我解释 正哥 这个这事 妈的 云山大哥起来 看你们 啪啪俩嘴巴了 三个没关着他 你看别人 还不一定敢动手呢 当浦正大哥那边打人 那轻易谁也不敢 那云山大哥他就敢 我说了 他上了脾气 在王源大哥面前 他也照样敢打人 云山起来就啪啪俩嘴巴了 你他妈敢陷害我 他妈找人揍我 哎 浦正一走 别别别 云山的 云山 云山 三个不惯的事啊 正哥 李小多阴呢 他找人坏 他也都不说 给我都逗这样 这我不惯的 云山云山 小云去 给这个李英雄俩嘴巴了啊 李英雄被打完之后 啊 男姐都猛说 熊哥你怎么干这事呢 这都是我朋友在说 这 不正讲话来 李英雄啊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啊 你也知道这帮人咋好事 别看你跟小男好 啊 跟我也不错 但这帮人都啥身份呢 你怎么能干这事呢 我给你个机会 啊 小伙子 你先走 啊 这留病人一瞅 领导 我 杜城讲话 不这样 哎 谁也不用难为他啊 小伙子 我普通说话了 谁也不难为你 你走吧 跟你没关系 刘兵瞅瞅 这个李英雄 这位哥哥对不住了啊 刘兵出门就跑了 这比 哎 让他走了之后 杜城还挺 就不是他打 普通讲话 我都答应你了 英雄啊 你让他做这事 这有啥好处啊 而且这些人 你要不解释清楚 你要遭罪呀 普通讲话的云山 可不惯着你啊 我这他妈腿脚还不好 我都拉不开呀 说 我给你个机会 谁让你干的这事 啊 如果说幕后有人 指使你 你把这个人说出来 我也不难为你 啊 要不然呢 我跟你说 你去玩啊 你要遭大罪 啊 男姐也说 谁让你干的 熊哥 这事你跟他也没仇 李英雄也知道 啊 云山讲话 我这妈乱子 你吼下来 压着云山吧 叶老三也拉着 要云山就要揍他来 啊 打了嘴巴 李英雄一瞅 这 自己理亏啊 也被猜穿了 啊 李英雄两话 不承认都没招了 说那个 这个 是我一时糊涂 啊 但是这个 我说实话啊 我也是为别人办事 你为谁办事 我 我为那个 李小勇办的这事 啊 小勇跟他们不对付 跟大师小城他们不对付 我 我 哎 都说讲话 谁是李小勇啊 哎 那这讲话 小勇怎么干这事呢 啊 普通讲讲话 给李小勇打电话 让他来 啊 扑腾一下子 王军就起来了 王军跟李小勇好啊 我给打电话 李小勇就在楼下 打包将 他都不知道 什么叫飞来的横货 这就是飞来的横货 啊 真的他没管 其实 啊 王军来到门口 小勇啊 哎 就是个 知道李小勇跟王军摆靶子不 知道不 李小勇最小 哎 小勇啊 啊 啊 就是个 你知道 啊 你谈事了不 我咋去了 呃 改楼上 上那个 这个这个政客这屋吧 说那个李英雄 嗯 说说说说 说把小城给难为够呛 啊 就把小城他们给打了 你不知道这事吗 不说你指使的吗 啊 说你上来呢 普正在这呢 哎 我指使的 这事从头到尾 我都不知道 我刚才接 你上来吧 啊 普正非常生气 你赶紧来吧 把云山都给打了 我 我上去 王军一过来 说那个 政客 别生气 这王军都没嘴 没没谱的心 肯定是这么李小勇干的啊 我今儿普正讲话呢 妈 这李小勇 李小勇 马将一推 身边有个小子叫阿豪的 是他的保镖 也非常厉害 跟陶强一样啊 都是那种兵王 阿豪 走给我上楼 妈 这李英雄 他妈满嘴烂咬人的 这是 这是背心识破的 咬我来 阿豪啊 哎 勇哥 一会儿进屋啊 你把那个叫李英雄的 牙逼给我踢下来 啊 哥 你放心吧 那普正在屋 普正在屋 你给我踢他 啊 没事 有事我保你 勇哥也激了 这不吗 哥呢 也就是能有个几分钟 李小勇 领着当时 是我的这个谁啊 啊 这个阿豪 这个保镖就上来了 他俩人 啊 一敲门 见过 小勇哥网屋一进 啊 这个啊 红哥啊 老红的大少都在那 吃个啊 三哥 就是个啊 云哥 云山瞅瞅他 妈的 云山不惯的 李小勇 你记住了啊 云山鸡眼 我跟你说 小勇哥他怕 他都不一定怕 听明白 云山讲话呢 你这小太损了 你啊 李小勇啊 我跟你远日无缘 近日无仇的你 嗯 你他妈 找人打我 你啊 你太阴了 你啊 为什么 李小勇后来整电力 风力啊 就内蒙那个 啊 那个那个 那个风车 李小勇要给内蒙整 这晚上 云山就没让他整 我跟你说 知道不 这都有 有故事的 啊 本身跟杜城 就就就不对 说 给云山打的比较 云山讲话 你妈的 你这 啊 李小勇 你给整人整我 你啊 你 但是他没打 李小勇啊 小勇哥一瞅 谁说的 啊 山哥 郑哥 李英雄 他说我 啊 让他干的这事 郑哥啊 我跟你说实话啊 这事跟我没关系 李英雄一瞅 不是 小勇啊 那我不为你办事 你 你他妈为我办事 一拍身边的阿豪 那夜色 嗨 他们咬我 阿豪也不废话 一个飞腿 哎呀 直接把李英雄的嘴中的牙 踢掉两颗 当时就踢掉了 哎呀 小南讲话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哎 别打人哪 因为小南姐跟那个李英雄不错 不能打 别打人哪 咋的 郑哥 你问问他 啊 从头到尾 啊 我知道这事吗 我不知道 就刚才晚上他给我打电话 是他自己 没事献殷勤 他自己干的事 他打电话 他告诉我 他说有个什么弟弟啊 安保的 给渡城南威了啊 是跟渡城干仗 把渡城打了 还让我到底下看节目 我说跟我没关系吧 啊 他在这儿呢 你问问他 啊 我都不知道 我躺着中枪 我能干这事吗 这公子 朴正又抬头瞅瞅 这个贼呀 瞅瞅李英雄 李英雄 牙也被提掉两颗 李英雄啊 那是李小勇让你干的 还是你自己干的 啊 你说清楚了 他瞅瞅李小勇 众人都瞅他 没错 小勇说的没错 这事啊 都我一日干的 我自己担 啊 他不知道 李小勇 什么叫你自己担呢 我他妈本来就不知道 对 我没说你知道我啊 李永俊也他妈别气 说我为你办事 你不帮我说句话 你还他妈找宝贝提我 跟你没关系 啊 我自己的 跟你啥关系啊 你不知道 这个 就我 就我自己 就我的事 啊 我干的 啊 老铁呢 这公子 你要不知情的话 你听是咋个事 众人都称是李小勇 啊 这公子啊 难解的过来了 行了 行了 别管是不是小勇让的这个英雄 熊哥干的 这熊哥这么大事 你们牙也打掉了 你说这嘴巴也打了 就办错事都有办错的时候 差不多得了呗 啊 管他是不是李小勇让的 别难为熊哥了 啊 跟我父亲都不错 他父亲最早 李小勇一听 难解啊 什么叫 是不是我让的都不重要 快 真不是我 在这拱劲老铁啊 其实我跟你说 最倒霉的是李英雄挨揍了 啊 为了讨好李小勇 但是我跟你说 实际上最倒霉的是谁 我认为是李小勇 因为所有人瞅他的眼神都变了 说裤装里面啊 是黄泥 不是屎也是屎的 白口莫变了 有人说 那不对 赶紧他没关系 都解释 自己都证明了 那你说 就算 大伙相信 李永雄说的是真的 熊哥啊 说跟李小勇没关系 别人是不是认为 李小勇这些人人品不行啊 虽然是我敌人 但是人家的熊哥是为了 为了帮你李小勇办事啊 别管你这不指头啊 你怎么还能揍他呢 你的保镖给牙踢掉 你多他妈不是人呢 那如果说你要是 要是是你让的 那就更得了 你这批真坏 你让人手下办事 然后你还出卖人家 把人给踢进来 里外你装好人 其实李小勇是里外都不是人 哎 他就感觉大伙 包括王军 他瞅他眼神 怎么办这个事 这不聪明 哎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认为是他干的 明白 就百分之十不认为是他干的 而认为他人品也不咋地 说岔他妈的 帮他办事 你看 还给人家 自己兄弟牙给踢掉了 啊 给李小勇气 普正一瞅 那还能咋地 行了 都是这些人 哪个人的普正能咋地 这事啊 啊 我都不知道咋处理了 别管是不是你干的了 李英雄认了 再一个 今天是你男姐过程 你男姐啊 最大 让李男姐说咋整吧 啊 这小男姐一瞅 说杜成啊 啊 你们几个呀 听着点 李男姐我没求过谁 啊 那熊哥吧 跟我处的挺好的 受惩罚了 打这样了 别管咋地 给我个面子杜成 你们别难为熊哥了 行不行 他知道错了 熊哥嘴头出血了 啊 牙也掉了 说行不行给我个面子 那你说你是杜成 你能说啥 因为男姐还对杜成不错 那原来杜成跟梁静干账 男姐都向着他 向杜成 听过这段都知道吧 男姐当时都耍破了 跟那个给梁静一顿捧 那个梁静都崩哭了 所以说杜成呢 说啥杜成讲话 男姐 就你有面子今天 要不这笔要 什么行不行的 我非得揍他 那贾勇跟吴桑宝 这更说不来啥呢 杜成这事 是他来咋了 他俩能把那个男姐能难为啥样 啊 贾勇 宝哥 往那一往那一站 包括那个张继东 就就就就更没说啥了 不知事 但就在这时候 就听着 我唱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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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山 云山 别打了 普正讲话给他拉开 云山 云山上去没惯的 当时李英雄啊 空空空的 一顿大炮脚啊 男姐拉不住啊 哎呀干啥呀这是 别打了别打了 云山 啪啪啪啪啪的 打不完了 啊 给李英雄打倒了 云山往这一坐 郑哥 啊 男姐 我内蒙来的 啊 给我打这笔样 这事跟我没关系 啊 男姐 我今天反正我没跟你面子 反正你愿生气就生气 你也可以生我气 啊 但我肯定我得揍他 我不揍他 我不得劲 我到哪干我挨这走啊 郑哥 你不会生气吧 普正瞅着他 我那生你戏吗 生你戏 出气了 解戏了 云山瞅瞅 解戏了 啊 听明白吗 云山在某种程度上 别论大小的啥 他跟普正跟王源 差不多平起了 明白吗 就云家的身份特殊 哎 没告诉你 逢年过节 那个一把大哥 都给他家打电话 啊 这个内蒙那边啊 我告诉你 其实也考虑稳定等等啊 各种因素 就不用说了 边那个内蒙毕竟是边嘛 啊 然后人家讲话 家里面人家也都担任 各种药职啊 人家老爷的那都是大寒级别 所以说就不用多说了 哎 他也挺上 讲话 不会生我气吧 郑哥 你看这男姐 这这小男啊 男姐这过生 我没给面 哎呀 那生你气吗 行了 啊 出完气了吧 出完了 杜城几个人一瞅 牙一乐 因为云山帮他们出手了 也不能把他打闭 小男一瞅 行了 打也打完了 熊哥 接着吧 我得你上医院看看去 杜城讲话 哎 对了 男姐 我不难为他 那叫什么刘兵呢 我得找他啊 这事我跟他可没完 我难为难为那小子的 男姐一瞅 杜城了 行了 就那个叫刘兵呢 你想想 你不找他 熊哥被打这样 能放过他吗 肯定得熟他了 那都不用你找了都 啊 还用你出手吗 你瞅这个 这英雄哥被打这样 他不得找他 啊 熟着那小子吗 行了 杜城一合计也是 这不把这个李英雄 也扶走了吗 李小勇瞅瞅 郑哥 我也回去了 啊 你回去吧 李小勇最急不郁闷 跟我没关系 你给我整个一身骚 啊 还不领那个 那谁请 但是都除去了 屋里上这些人 杜城瞅瞅 叶三哥 三哥 千尔改得嘎嘎 我说句话 那个 三哥 之前是 小的不对 我再牛逼 我不也是你弟弟吗 是不是 啊 在广州那些事 你别跟我一样的 我当小的 本身就是 没有这事 啊 我跟那个 三哥都说好了 晚上我还找你喝酒 要跟你道歉呢 啊 三哥 你没少帮我忙 三哥 我当小的 我不对了 你别跟我一样的 郑哥也咋着呢 你们都是我好哥哥 叶老三 瞅瞅 我能跟你一样的吗 啊 你不就是孩子吗 你是郑哥的弟弟 也是我弟弟 叶老三肯定得劲啊 啊 说正简话 你说他叫鼻仔子 多他妈现实 啊 老三 你帮他说句话 看见没 马上给你道歉了 不是郑哥 没有这事 我也要找三哥道歉的 叶老三 讲话 行了 都城当这么多人面 给我道歉 也他妈不容易啊 啊 行了都城啊 这事翻篇了 三哥不挑你啊 永远我弟弟 三哥 那么过两天 我还得上广州 我还得找你呢 不是 你没完啦 总上广州啊 换个地方不行吗 你上深圳上 你就是跟他溜溜的 说这三哥啊 我明后天就上广州啊 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啊 三哥 叶老三讲话 这广州又他妈没消停时候了 刘兵后来啊 最倒霉的还是底线 我跟你说 刘兵后来转业了 被谁整的呢 就被这个英雄哥 哎 雄哥应该对我上认识很多人 雄哥把刘兵就把给整整整整整加起来 哎 雄哥在爱顿揍啊 那刘兵回家了 大好前程啊 已经能出来执行特殊认为的特别的这个小队队一把手也挺牛逼的 你包括谁 你包括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打了三哥他们他他们没死这都不错了 说实话 嗯 好